据环球网3月24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一日在日本国会进行了线上演讲 演讲中泽连斯基大谈乌日关系 并感谢日本成为第一个出面对俄罗斯进行谴责的亚洲国家 除了夸奖日本反应及时 演讲中泽连斯基还敦促日本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对俄罗斯商品实施禁运 不过就在泽连斯基视频演讲时 到场的日本外相林芳正却打起了瞌睡 眼睛时针时闭显得十分困倦 最后索性直接眯上眼睛睡了起来 而一旁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不但没有制止外相睡觉 反而自己看起来也是困得不行 在演讲中泽连斯基还谈及了俄军近期可能的行动 他表示有迹象表明 俄军正在准备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对基辅展开新的进攻行动 因此希望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团结起来保卫和平 虽然身处东亚 但日本却在俄乌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 便紧随美欧展开了对俄罗斯的制裁 但对于本国急需的原油和天然气 日本反倒没有禁止 俄罗斯的能源依旧源源不断地运输到日本 而对于制裁俄罗斯 日本国内也不是没有反对生意 根据民调显示 无论是支持对俄制裁的民众比例 还是期待加大制裁的民众比例都没有超过半数 感谢观看